想象不是科学 你们法律应该像着水坝 要有严密的科学性 就像我们的数学 现在的法律弹性太大 要找到刚性公式 必须找出精确的定量单位 找出精确的定量单位 谈何容易 我觉得中国人太容易满足 太关于等待 我们必须保持 威纳斯的感情 安斯坦的灵魂 为人的伤感 中国目前的问题是要干要建设 不对 中国人能干 问题是巧干还是傻干 五十年代的方法 也不适合八十年代的发展了 不对 根本就不是方法问题 这不是你说说 体制问题嘛 领导体制的更新 老魏的思想可是不解放 从内心说 言文刚的确是抗拒旧式论文写作 假想一个问题 再找上三两个前人的研究成果 七平八错弄了一万字 就算是完成任务 这完全是你糊弄我 我糊弄你 上糊弄下下糊弄上 所有人在糊弄所有人 照这么搞下去 中国法治还能有未来吗 所以这堂来 乌州法院实习 言文刚迫切的想做案子 真案子 罗素曾经说过 从一个中确的前提出发 可以推导出中确的结论 也可以推导出错误的结论 而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 除了中确的结论之外 什么都可以推导出来 好比说 每只狗都有三个头 牧羊犬是狗 所以牧羊犬有三个头 这种论述讲起来好笑 但实际上 他在中国大地真切的发生过 言文刚经历过那种时期 所以他千方百计的想求证 如他所愿 实习第一周 王院长就给他一份问卷 还是个杀人案 言文刚如获之宝 熬了三个通宵写一份报告 他惊奇的发现 公诉坊提交的证据 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 这份公诉根本就不能重立 言文刚满心欢喜 他想着 毕业论文 不如就研究这个案子好了 老魏第一个破龙水 不为别的 甚至先别提案子 但王院长跟老张院长 明显意见不一致嘛 你就是个实习 何必非得得罪一个 言文刚着爆脾气 什么叫就是实习 这是人命案 老魏摇了摇头说 起诉书上说得很明白 证据俱在 那赵大威自己都认罪了 叶文刚说 可是证据不够确凿 证据和证词之间有明显的矛盾 十个人都能看出来 老魏把一件书卷吧卷吧 一位深长地说 如果一件事看起来轻而易举就能解决 但没解决 那只有一种可能 不想解决 如果有人非要上赶着解决 那就是不上路 懂吗 叶文刚不是傻蛋 来前老魏就说过 地方上人缘关系复杂 要保持距离 保持一份敬畏之心 老魏比叶文刚大三岁 年龄摆在这 到底是要原划事故一些 可在叶文刚看来 作为一个法学生 该敬畏的 不该是法律本身吗 如果说连法律都人情化了 那在这个社会里 公民要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基于此 叶文刚还是依照重续 一一作访了与案件有关的人员 首先第一个当然是李茂 他是本案的陪审员 叶文刚好奇 他难道没看出那些瑕疵 但凡他实质就能看出来 除非他不愿看出来 李茂没有重面回答这个问题 他倒反问了叶文刚一个问题 你实习就好好实习 过一遍法院的流程就行了 何必跟这种案子过不去 叶文刚心里咯咚一下 他想说 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为什么呢 因为他曾经是中国法治的破坏者 下乡那会儿有个小知情 是坏分子 是要被天天批斗的阶级敌人 某天正开着会呢 他借口妈妈生病要回家 谁劝都不听 叶文刚当时是小队长 李茂要拦他 拦不住就李茂开枪 吓他一下 没想到的是 那小知情慌了 一个不小心就跌下悬崖 很久以后 叶文刚才知道 当时他真的要回家探亲 他妈妈真的生了重病 当然他再也没有回到妈妈身边 因为他去世的第二个月 他妈妈也走了 现在可以回答李茂的问题了 叶文刚为什么要来 在吴州法院实习 很简单 因为那个小知情的家 就在吴州 老魏是能理解叶文刚的 但理想归理想 现实归现实 那么明显的瑕疵写在卷宗里 这太明显了 不是吗 尹文刚仍铁青着脸 一会儿嘛 中国法治见识 一会儿嘛 巴拉巴拉 体套一套的 老魏便他不过 只好说 这罗马不是一天建成 再说了 赵大为的案子 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庭 学校呢 新请了一个欧洲的法学教授 不如回去待几天再说 看尹文刚没反对 老魏就到他默认了 不管怎么说 学校的空气总是够清晰的 多文文有力身心健康 不像地方上那么错综复杂 那么多距离 那么多敬畏 这堂课想的可真棒啊 就是 棒什么呀 就是讲的好吧 有什么用啊 你能学人美国司法独立吗 说不定啊 以后能用得上 这离开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学校也大不同了 朝夕相处的同学们 室友们 各自实习回来再见面 颇有些陌生 对待同一件事的看法也千差万别 当然从前也这样 但从前都只停在口头 要爱 要吃 要飞上天 编成一朵半明半暗的云 要怎样的都有 可眼下 真要做出人生决断 那些飘着的理想 几乎都落地了 各自有各自的落地方法 有要继续考研的 有出国的 还有的更实际些 要转行去什么中国国际信托公司 爷们刚不禁问自己 你要去哪里呢 他想不出答案 因为他满脑子赵大为赵大为 他已经没法思考 爷们刚就去问室友 考研的说 你要考研啊 要继续提升自己 出国的说 你要出国啊 去看更大的世界 去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的人说 人嘛 还是想有点实际 理想能当饭吃 哪工资高去哪 爷们刚模糊了 他又跑去旁敲侧击地问女友小乔 小乔的意见很简单 好不容易回到北京 总归不能再下去 能找个合适的工作最好 不能就考研究生 然后硕士博士一路读下去 爷们刚傲了一声说 那要是考不上呢 现在竞争很激烈 你知道的 小乔小乔说 一定能考上 一次不行就两次嘛 你反正我继续读书就好了 我就找个中学当教员 不是说好的吗 爷们刚就说了 上学总结束的时候 你看我学法律 这法律嘛 总得有人当法官 有人当律师 小乔说 那我不管 反正你不能当 十年的苦你还没吃够吗 爷们刚很认真地看着小乔说 十年都过来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不是吗 讨论在无声中结束 没有得出任何结论 可时间是不懂人的 一天一天 人总要做选择 该决断的时候总要决断 天下没有不散的演习 俗话说得好 锯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嘛 想象不是科学 你们法律应该向着水坝 要有严密的科学性 就像我们的数学 现在的法律弹性太大 要到刚性公式 必须找出精确的定量单位 找出精确的定量单位 弹何容易 我觉得中国人太容易满足 太关于等待 我们必须保持威纳斯的感情 安斯坦的灵魂 为人的伤感 中国目前的问题是要干要建设 不对 中国人能干 问题是巧干还是傻干 五十年代的方法也不适合八十年代的发展了 不对 根本就不是方法问题 这不是你说说 喜致问题 领导体制的更新 老魏的思想可是不解放 同学们都做出了各自的选择 那么 阎文刚的选择是什么呢 他仍想不出答案 他只是情不自禁 好像被魔法吸引了一般 又回到吴州 对 没错 他还是坚持要做赵大卫的案子 他不仅要以此为题 甚至 他还要做赵大卫的辩护人 老魏直觉他疯了 这么明显的案子 这么明显的瑕疵 这么明显老张法院要速断 往院长压着不让 这还不能说没问题 还不够明显吗 你这是不上路 懂吗 阎文刚一下子挠了 冲他吼 老魏 你这是怕事 老魏也火了 我怕事 我是为我们俩的实习负责 阎文刚质问他 实习是为了什么 为了讨好领导 为了不担责任 为了升官发财 所以法律不管了是吗 人命无所谓了是吗 老魏憋了半天没说话 他能怎么说 他自然是说不出的 信誓察觉到自己话说得重了 阎文刚问老魏要了一支烟 两人各自抽了起来 看雨 聊闲片 半上 阎文刚还是忍不住跟老魏掏心窝子 我们都经历过没有法治的时代 你想那种生活吗 如果你不想 为什么袖手旁观呢 换个角度说 如果今天你是赵大为 你希望别人怎么做 希望所有参与人都装瞎 都视而不见 说得严重一点 谁都可以是赵大为 你可能我可能 随时可能 不 不是可能 我甚至做过帮行 老魏拉拉拉阎文刚说 行了 不要说这件事了 你要是实在想做 就先去找王院长 得到他的许可后 再去跟老张院长谈个口信 还有就是 跟老张院长打交道 一定要礼貌礼貌再礼貌 得到王院长许可并不难 毕竟这个案子是他押着 他是反对公诉方意见的 但王院长一再提醒 严文刚 这不是学校的考试 考不够还能补考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十年的教训 不能再搞严假错案 让后来人去平反 又承犯真正的罪犯 不容易啊 老张院长这里比预想的顺利 照老魏交代的 严文刚怪的不得了 一口一个张老师 一口一个张老师 礼貌极了 但老张院长倒也和蔼 他很愿意帮助青年 毕竟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不过同时老张院长也提醒严文刚 这案子嘛 下次多少有益点 要是较真 你们一走了是 我们不同 即便是退休 也断不了磕磕碰碰 说着老张法官突然问 艾文刚 听说你在吴州 有点什么关系是吗 严文刚忙否定 没有 别人瞎传可能 不管怎么说 严文刚是拿到了赵大卫的辩护人资格 他原以为对方肯定会感激涕零 恨不得跪下来谢他 可谁知道 人家踩都不踩 事情愈以法怪了 这人要真是他杀的 重拒不该这样拧巴 逻辑上也讲不通 而如果人不是他杀的 他又干嘛不说话 一心找死呢 多方打听 严文刚从陈晓芹的口中 听到一个跟卷宗完全不同的叙述 卷宗上说 赵大卫是抢劫不从行兴 但陈晓芹却说 赵大卫根本就没抢劫 杀人更是无稽之谈 故事得从十年前说起 赵大卫是陈晓芹哥哥陈建国最好的朋友 两个人经常一起参加武斗 后来陈建国在一场武斗中被打死 赵大卫就从隔壁县搬过来 照顾陈晓芹一家 那时候陈晓芹只有十岁 前年赵大卫想考大学 就在家里复习功课 但白天干活晚上复习 人根本吃不消 陈晓芹表舅知道了 就隔三差五的送菜送肉 有时也送钱 反正十块二十的经常往家里跑 谁知道临到年纪的时候 表舅突然来要债 晓芹妈妈拿不出钱 就把家里那堆花瓶叠给她 冲突就这么起来的 赵大卫说 表舅一开始就盯上那堆花瓶 于是她就找人借了二百块钱 死会把花瓶熟回来 事就那天出的 爷们刚忙问 那谁先动了刀呢 赵大卫当时跑回来 怎么跟你说的 陈晓芹说 当然是表舅 表舅身上一直戴着小匕首 村里人都知道 后来警察来了 他邻居也是这么说的 那现在问题来了 卷宗上可明明白白写着 是赵大卫先动了刀 这卷宗跟陈晓芹 指定有一个人说谎 爷们刚自言自语多闹了一句 那赵大卫就很不耐烦地冲他吼 我杀人 你杀我就行了 别去找陈家 爷们刚心里咯动一下 他知道陈晓芹就是赵大卫的突破口 爷们刚趁实问 你死对陈晓芹有什么好处 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 我搞不懂 赵大卫苦笑说 当年武斗 要不是陈建国替我挡了一刀 我早该死的 我活着是为了完成陈建国的遗愿 帮他照顾妈妈妹 现在妹妹长大了 我不死干什么 爷们刚很不屑地撇了他一眼说 你这算为朋友死 对吧 这有什么意义呢 没意义 没意义 不搞上 可总比参加武斗捍卫虚假要强 那十年前你也认为这是虚假的吗 那会儿 太年轻 你不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吗 你没有参加过武斗 你没有捍卫过 是的 我是捍卫过 但是当年我们满腔热情的追求捍卫 能说是虚假的吗 能说是心怀鬼胎要破坏这个国家吗 叶文刚刚动大了叶文赵大卫 一个男子汉 有胳膊有腿 不去建设国家 在这自圆自义 你不觉得丢人吗 谁没犯过错 错了就改嘛 何况在另一个时代 再说了 你在这天天想死 陈晓晴可不想你死 他在外头奔走呼号 为了谁 敞开心扉就好聊了 那赵大卫抹了一把眼泪就说 人的确是我杀的 但我不是有意的 叶文刚动他 不是有意你捅他三刀 赵大卫就毛了 哪来的三刀 我冲他大腿上扎了一刀就跑了 叶文刚后背一阵冷汗 尸检报告上可清楚地写了三刀 除了大腿上 心脏跟脖子还有两刀 这也就是说 赵大卫逃回家的这段时间里 有人进来过 并留下了后面的两刀致命伤 进来干嘛呢 极有可能是为了那刀花瓶 很快 叶文刚的怀疑就得到古董店的确认 并且老舅家邻居 也有人亲眼看见过陌生人进去 还有就是那二百块钱 但赵大卫的确是借过的 综上 叶文刚建议何一厅 应该对匕首重新做一次指纹鉴定 应该说 叶文刚对他的这份报告是信心十足 很简单 就重新鉴定一次指纹嘛 为不了多大事 可是老张院长故左右而言他 只说开会讨论就没下文了 王院长态度也是个模模糊糊 一方面肯定叶文刚的成绩 另一方面又说 要合规合法的走重续 老魏态度就够尖锐了 他和叶文刚适可而止 叶文刚这暴脾气 这一个一个怎么都这么口口唆唆 偷偷摸摸 审判嘛讲究个证据 这积极歪歪哪有点法律人的样子 不就是建立个指纹嘛 就这么一点破事怎么就这么难 还有他完全不能理解李茂 为什么不在讨论会上发言 李茂就乐了 就因为这么显而易见 所以才不用谈 所以才难嘛 这是社会不是学校 好坏对错 没那么容易分得清 七大姑八大姨 亲戚战友同乡 什么人都连着 所谓关系网关系网 这是一张网啊 叶文刚问他 那照你这么说 撕不开咯 李茂就说 倒不是撕不开 而是拔出萝卜带出泥 那个老舅 他跟一个文武盗窃集团有关系 而那个文武盗窃集团呢 又跟市委常秘书长有关系 这个市委常秘书长呢 又提拔了老张法官 一环扣一环 你能查得到的都是海面上的冰山 实际上的麻烦都在水下 不懂礼貌说完 叶文刚就像得了宝贝一样 冲到市委来了 他是早上十点钟到的 一直到那下午五点下班 都没见着人 其间一波接着一波的访客 怪了还 都进去救他不行 还不给问 无问就是在开会 更不准问开什么会 无问就是在开重要会议 叶文刚一连去的三天 都吃了闭门公 他就想通了 见也是瞎见 聊也是瞎聊 不如大家都摆出证据 断到台面上谈 说也好笑 开庭前一天晚上 厂副秘书长 突然给叶文刚打来电话 以再为没能会面的事道歉 叶文刚觉得 这个人还算可以 起码面上说得过去 老魏摇了摇头说 当官的巨见群众没什么 巨见大学生是个麻烦 他是提前为自己开脱呢 不管怎么说吧 在严文刚的努力下 赵大为有辩护人的情况下 顺利开庭 严文刚的辩护词再艰难不过 他认为被告并非公诉机关定义的 杀人抢劫 而是正当防卫 而且被告的防卫强度 并未超出被海人实施的统一强度 公诉黄反驳 他认为被告的辩护人所提的重当防卫 是无视起诉输被告犯罪的基本事实 其一 被海人在被告的手下丧生 有现场勘察 法医尸体检验 领取重验 杀人凶器为重 其二 被海人的200元现金和一对明代花瓶 在被害同事仪式 这有大量的物重旁重 综上 其情节严重 至死人命 欠款额巨大 完全可以认定被告犯有杀人抢劫罪 辩护人反驳 他认为公诉方式有益取解 其一 对于被告有持刀扎人行为 他并未提出异议 他指出的一点是 尸体报告 恰恰证明了致被害者已死命的两刀 并非被告所为 凶器的指纹鉴定尚未确定 其二 所谓欠款 他已经提到新的证据 说明现场查获献款 是被告人从他人手中所借 其三 明代花瓶下落不明 唯有证据证明是被告所欠 因此 辩护人认为 起诉说的指控 证据不确凿 不充分 不能认定 神判长 我提醒被告注意 你在过去的公司中 对所犯罪行 共认不讳 我抗议 公诉人在威胁被告 抗议有效 被告以前的供述和以后跟辩护人的谈话有矛盾 因法庭调查被准 僵住了 根据一罪存无原则 颜文刚几乎可以断定赵大为必胜无疑 他如何都没能想到 在最后的陈诉阶段 赵大为又认罪了 他杀了人 也偷了花瓶 都是他干的 所有的事情他都认 只求意思 辩护人马上提醒法庭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5条 只有被告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 不能认定被告有罪可处以刑罚 作为被告的辩护人 颜文刚向法庭提醒被告无罪的调查事实 请法庭鉴定 勘验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赵大为这是被人威胁了 用脚趾头也能想到 准是拿陈晓鸡拿挡箭牌 从内心来说 爷们刚是不服的 一百个不服 但没用了 他这个不上路的 该上路了 明天实习结束 后天就该回校交论文了 他有再多的理想 再多的报复 都摆下 他又想起罗素说的那句话 从一个正确的前提出发 可以推导出正确的结论 也可以推导出错误的结论 而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 除了中确的结论 什么都可以推导出来 好比说 每只狗都有三个头 牧羊犬是狗 所以牧羊犬有三个头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阎文刚极力要辩护的 就是证明狗只有一个头 但麻烦 前提已经定了 每只狗都有三个头 他怎么推导 怎么推导 都得不到中确结论 他一腔热血想撕破这张网 发现撕不动 还越撕越紧 已经开始勒他的脖子 李茂很有些意味地问 还批吗 还执着吗 阎文刚很难回答 因为他根本看不到边界 李茂说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 阎文刚说 好消息吧 李茂就说 王院长延长开庭时间 这个案子还有缓 阎文刚说 坏消息呢 李茂说 坏消息就是 王院长可能也做不了主 只是暂时拖一拖 阎文刚会议 盲问 你是说长副秘书长 李茂笑了笑说 老舅文革时救过他的命 他这算报恩 天儿越聊越亮 阎文刚不好再往下问了 画风一转 他将注意力放在李茂身上 为什么工程师当得好好的 要去做陪审员呢 这事说起来就话长了 李茂不是本地人 也是插队那会下来的 他父亲是上海所大学的教授 在文革中被打倒 这就是说 后来别人都能回去 唯独李茂这种专重对象回不去 在那种环境下 人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忙着死 要么忙着生 李茂选择了后者 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一开始只是为了转移注意力 久而久之 竟还真成了个工程机械方面的专家 而至于后来当人民陪审员 也纯粹是为了给枯燥的生活 找一个出口 阎文刚问 那你不想家吗 为什么不回上海 李茂说 回去干什么呢 托关系找个单位待着 吸国家的血吗 阎文刚说 那你是为了理想留下来 李茂说 算是吧 我就是觉得 未经耽误了十年 我不想再浪费我的生命 我必须做点事情 做点我认为有益的事 而不是让别人告诉我 我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 这是自由 我为我这份自由而活 时间仿佛凝制一半 两个人各自站着 也不说话 就安安静静地看雨 扮上 李茂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我们这代人啊 只能做个台阶了 也文刚忽然笑起来 冲雨说 是台阶 你我都是台阶 重点是 我们要做向上的台阶 还是向下的台阶 应该说 在跟李茂谈话的时候 也文刚就已按下决心 他既不考研也不出国 更不去什么中国国际信托公司 他破坏过中国的法治 现而今 他要参与建设 老魏早知道他被做出这种选择 他热血又充劲 不上路 他又不怕死的精神 老魏则不同 他圆滑甚至事故 他这样的人到一线工作 客观的说 必大于力 所以经过深思 老魏决定继续读研 深入理论研究 尽量少的跟人打交道 这是个无眠的夜 老哥俩各自抱着自己的决定 都长久的睡不着 老魏还好 他孤身一人 没什么值得顾虑 唯一担心的是能不能留校 也文刚就麻烦了 那小乔可说过 怎么着都留在北京 打死不下去 叫论文这天 言文刚做足了心理准备 仍不敢正面硬刚 他只是冬一下西一下的探小乔口风 当然意思小乔是理解的 留在北京当然很好 可是我们经常谈到的事业呢 那是理想 是理想 不过为了达到理想 我们也要奋斗 也要付出代价 你这是什么意思 冲突就这么来了 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也文刚知道小乔不想下去 可他没想到他的态度如此坚决 小乔甚至说 如果他也文刚只要离开北京 那就一个人离开 也文刚忽然拱咽了 他想了想说 我们留下来做什么呢 尤其是我 图关系找个单位靠着 我就这么活一辈子吗 我为什么而活呢 小乔眼泪就下来了 哭着说 对 都是你 你只想过你自己 你完全没考虑过我 这是污眠的一夜 也文刚翻来覆去 如何都睡不着了 选择选择 人一能做选择而伟大 也一要做选择而痛苦 这当劲 李茂来了一封信 凶器的指纹鉴定出来了 是一个南京的文物盗窃团伙 并且 赵大威已经提醒法院 想再次聘请 颜文刚做他的辩护律师 颜文刚把那信 卷妈卷妈塞进抽屉 认认真真地想了三天 到第四天 他就打包行李 三下五周 行使猜到颜文刚会来 小乔早早地懂得进站口 不懂颜文刚开口 小乔就说 到了吴州 你帮我问问看 那是要不要中学教员 颜文刚心里咯咚一下 盲说 要的肯定要的 我保证 小乔有些委屈 略带哭腔说 去不去 我还没定呢 话是这样说 他人却没走 他静静地看着火车 他不知道 那是否是正确的方向 他唯一能确定的是 他仍然爱他 《纪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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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